辰辰截了指 正如之前所說 因為我們是各個板塊 各個議員自己各自去負責自己的修正案 所以我們現在都夾緊一個總數 但能夠確認的是 我們公民黨五位議員一共入了27條 其他我知道的范國威議員都入了9條 萬必議員就入了5條 另外有張超雄議員 歐樂軒議員等等 當然還有民主黨都有入 據了解總數大約是70 但我們現在自己計算 計來計算都大約50左右 所以最終的數目都要有待確定 但可能大家都很關心 至少很肯定不會過100 這些修訂正如之前我們在法案委員會階段 都是有一個共同的目標 我們不是同意 我們現在的修訂不是接受了這條條例 合法合憲 我們現在的修訂只是希望 令到它少一些錯失 又或者在我們的修訂之中 反而突顯它這條條例 本身對我們香港人的保障 其實是削得很厲害的 就是幫助我們香港市民的一些保障 變成了冒險雞籠 所以我們的修訂 例如公民黨的修訂 包括將內地執法人員的權力 限制在只做出入境和檢疫功能 又包括只能夠今次 即不可以在香港其他地方一再實施 又或者甚至在內地口岸區 將香港的司法管轄權繼續保留 還有就是為了保障香港的市民 在內地口岸區的權 包括特別是他們的人權 所以我們特別聲明 香港的人權法是在內地口岸區適用的 其實我相信各個議員做的事 都是接近在委員會階段的一些修訂案 正如我所說 其實我們的修訂案 是希望通過我們的修訂 是可以突顯回今次 一地兩檢條例草案的那種荒謬 和那種令到香港人失去法律保障 和失去司法管轄權的狀況 所以我們的修訂不能令到這條條例 是變成合憲 但我們希望在現在這個情況之下 假設我們的修訂案可以通過的話 是可以向我們香港市民 甚至是使用高鐵在內地口岸區的 所有的乘客得到最大的保障 當然我們現在很等待大主席 究竟他會怎樣去處理這些修訂案 包括會否認為我們 英文所說 out of scope 就是超越了這個 這個條例草案的範圍以外 所以不能提出 當然這個主席另外有把上方保見的 就是這個合併辯論 甚至去到財報 即是限時辯論的 當然全體委員會階段 很多時候都是沒有設置這個時限 但是去到底 究竟我們最終有多少條能夠辯論 現在仍然有一個迷 但是我的理解 可能一會民主派召集人 莫乃光都可以向大家補充 就是我們會在得到的數字 得到比較充分的了解之後 我們會約見梁君彥主席 就去了解一下它會是怎樣處理這次的修訂案 想問一下今早林仔行 之前有說過 很多民生項目 在暑敗之前都可以通過 其實民主派會否覺得 其實是因為 以後藍這個手段 是成功 令到這些比較接近民生的議題項目 都可以通過 其實民主派 亦都多番向政府和市民去解釋 其實我們都是非常關注民生 但是有些太大爭議的 其實是不適宜在某一個階段推出的 因為沒有共識之前 用一些這麼大爭議的項目推出 只會引致到大家反而是更多的質疑 所以其實一直控制這個議程的權力 都是在政府的手裏面 今次政府能夠用這個先而後難的方式 亦都跟各大政黨或者包括民主派的議員 先進行溝通是好事 但是我在這裡都要提出 其實仍然是有一些很大爭議的項目的 是現在仍然在很快的將來 在明天早上我們就會討論 包括官行的音樂噴傳 以及我作為港島區的立法會議員 其實在摩頓台的一個 綜合用地的設施 其實在區內是引起很大的爭議的 因為這些設施引致到區內沒有了兩個排球場 這個直接影響了市民的一個康樂的活動 我們認為這樣的安排是不合適的 但是我也希望政府能夠多些做溝通 也都真的繼續 就算是難的項目 希望它能夠早些進行溝通 以及可以吸納市民的意見 而接著再進行修訂 今天林鄭另外也有說 就是昨天她開了幕 就是那個故宮博物館 也都嘗試去幫馬時亨主席 就是這個港鐵主席馬時亨之前的言論 去作解說 甚至就是想幫她去遮掩她的過失 但是我在這裡要強調 其實特別是政府 林鄭不應該配合她 好像說笑話什麼天口熱 這個絕對不是一個解釋 當這個機構在處理全香港的一些鐵路系統 而她拿了這麼多公帑去做高鐵 而政府更加是責無旁貸去監察著 去督促著港鐵 其實是否要做好每一項的細節 每一項的工程 而不是一個主席這樣的態度 是絕對不能夠接受 而我自己認為 林鄭用一個這樣的方式 輕輕帶過 或者去處理港鐵主席的這種態度 絕對不合適 也都其實是縱容中 港鐵繼續要傳媒追訪之下 才擠牙高息透露她們的過錯 謝謝